一出门口就看到我的饭堂 麦当当 但是我今天不是要去找它的 可以用餐可以打包可以蹭网可以拍照 只要你来 我对面那一台更可爱 我动了一圈终于看到我要找的那个小餐车了 它现在虽然没有营业 但是它就停在我旁边 我出来就看到这个小餐车 前面绿色的这辆台 我待会选择吃个马一份看一看 看到我在挖 你好请问一下这个要到哪里去买啊 这个餐要到哪里去买 这个啊 我们这个啊 它关了 然后你要烧马了 它就出来了 待会就可以在这里买是吧 可以买了 好的好的 谢谢 有人帮忙好 谢谢谢谢 我真的很好奇耶 哦好 今天还没到 有点早哦 现在午餐是有这四种 现在还有剩多少份 哦 哦 哦 刚才呢那位小哥说啊 还没有到售餐的时间 十一点钟以后开始 我准备来看一看 到时候呢 有多少人排队买餐 多不多 那现在这段时间呢 就带大家先去到处走走 看看去哪里 水墨园 听起来像是一个景区的名字 我肯定不会是要去国际生物岛的派出所 那我就去水墨园看看吧 然后回来差不多 正好赶上吃午饭时间 无人售餐车应该就可以让我试一试 我刚刚出来的这条路呢 叫做星际一路 好科幻的名字哦 整个岛上绿化是相当的不错 车少人少 所以呢 什么无人驾驶的电动小巴 还有无人售餐车啊 这些呢 就可以在这里进行一个试验哦 我相信不止这两个 应该很多 我看到一辆无人驾驶的小巴过来了 这些是真的没有人的哦 没有人驾驶哎 我本来是继续往前走的 哎一看时间11点了 我要快点回去 体验那个无人售餐车 要不待会去晚了抢不到怎么办 来了一辆在我后面哦 听说它是招手记停 我试试看 哎他没有停哎 我动了一圈之后呢 找到一台 他在这里等我 哎没有人哦 好吧也是方便我慢慢拍啦 看看吃个什么 哦有15块的有20块的 我买一份B餐看看 都放在下面 哦 这个就是我的其中一份 然后支付 成本价哦 我的大使会 成本价 哦 支付成功之后 他这里告诉我说 有个绿色的刚刚亮起来 你自己拿 那如果我不小心 多拿几份怎么样 有设想投的啦 如果拿错呢 也是一样价格 好 找个地方 找个地方坐下来 打开给大家看看 真是热乎乎的 我就这样在路边吃 真怕待会儿 保安把我护出去 有没有地方可以坐下来吃 我这个年轻人比例真的很多 我现在准备去搭乘 先预约 然后呢乘坐那个文远之行的五人小巴 去岛上东一圈 开点风景给大家看看 去岛上东一圈 它有个路线图 然后呢把二维码出示 好 哦 四股这个 哦是 四股真的没动手啊 只有我一个人 就好 诙计刷 就好 你们不自然 都担心 既然 这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在这里呢下车了 因为看到旁边风景不错 去拍给大家看看 这些据说都是实验室 我刚刚准备要去那个水墨园 途中呢我有听到爆炸 它叫水墨园广州实验室 这里再见的应该也是啊 这个就是生物岛的地图 像什么 有点像台湾的地图 一个芭蕉叶 就是离我家有点远 看来是很少有人来啊 你看连路都积水了 不需要那么快的清理 因为真的少人过来 风景不错 空气更加不错 镜子抛毛 镜子抛毛 铃子抛毛 天族抛毛